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法師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由大哥哄行香辛舉运》的講座 《可以知道怎樣死》 我是今天的詩儀 Regine 麥朗晴 大家好 我是今晚的詩儀 Allen 蕭顯倫 今晚的講座反應非常易烈 九百多張門票在短短兩日內已經派發完畢 還有很多朋友拿不到票 由此可見大家對今次講座的支持 希望在這裡可以以掌聲給大家的支持 Alan 你知不知道《大哥哄行中心》 只是成立了很短的時間 是啊 Regine 《大哥哄行中心》在2009年6月正式成立 是政府註冊一份教團體 《中心》的理念是 就是管著愛心以回饋社會 Regine 讓我考一下你 你知不知道《中心》的信念是什麼 我當然知道了 真愛無戒下陪你過難關 沒錯了 雖然《大哥哄行中心》 只是成立了短短幾個月 但是《中心》已經展開了一連絕的 義工培訓過程 以及社區關懷服務 更加又在醫院裡為醫護人員舉行講座等等 而今次更加是《大哥哄行中心》第一次舉辦的講座 是啊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大哥哄行中心》的資料 在大家的座位上 已經有一份介紹《大哥哄行中心》的單張 另外一份是提問子 稍後我們會有問答環節 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寫在提問子上 然後交給我們的義工 最後還有一張是公眾集會需要提交的健康申報表 大家填好之後 在離開的時候 放在門口的收集書就可以了 多謝合作 今晚的講座 是《大哥哄行中心》 開展《有苦大家知》系列的第一個項目 在接下來的一年裡 《大哥哄行中心》 將會到訪、學校、醫院 和其他機構舉辦不同的活動 希望大家能夠了解彼此生活上的苦 令大家可以攜手共渡能關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顯揚法師和我們分享 顯揚法師披抵在神聖下一路和尚作立 在15年前即1994年 法師遠赴加拿大溫哥華參與創辦保林學佛會 也都在2006年 法師擔任美國三萬市大國連社的主持 在這麼多年來 法師在美、加、香港、馬來西亞等地 弘化地生 在今年的6月 法師在香港成立了大國福幸中心 希望以愛心回饋社會 法師的主持 在二次幾年前 孔子曾經說過 未知生、未知死 意思是我們怎樣生 怎樣來到你的世界都還未清楚 又怎會知道死亡呢 顯揚法師一生經歷了不少苦難 令到他對死亡另有看法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顯揚法師 告訴我們 可以知道浸陽死 請用熱烈的掌聲歡迎顯揚法師 有聲顯揚法師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互 祸 好感謝這麼多位法師大德 江林指教 好感謝這麼多位朋友 在白亡之中 能夠這麼有耐性 對自己這麼有愛心 來出席這個講座 在幾天前 有位朋友他打電話來 說他媽媽剛剛檢查 報告出來了 發現有癌症 可不可以我們幾姐妹 一齊來聽昨天謝醫生的講座 我們想辦法給了票 跟我說的時候 我就多口問一句 那他有沒有問拿我的票 他說師傅 人家剛剛發現 還滿懷希望 你這個題目 嘿嘿嘿嘿 好像不太適合他 好了 你們有沒有覺得 今天這個題目不適合你們 沒有 真的要給你們一點掌聲 就算你們自己了 中國人就很忌諱死的 我也很怕這個題目 所以我就想著 如果以後要出DVD 我一定改這個題目才行 因為為什麼我不改呢 一定不送禮 你說送禮給有病的人 給老人家 他一定看都不看 好了 請大家 望下你隔壁左右 我們金有緣分 竟然不怕死在這裏相近 大家先打個招呼 麻煩你了 好有緣啊 快點看看 旁邊左右 你看看 勇敢啊 死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日常生活裏面 我自己呢 就由我阿嬤的喪禮開始 認識死的 那有個小朋友呢 他讀小學四年級 爺爺就過了生 他要向學校告假 出席他爺爺的喪禮 那要填請假表啊 那他填請假理由 他就填 出殯 那那張請假表交到老師手上 老師看著看著就告訴他 你不應該填出殯 出殯呢 是主角 死者是主角才可以是出殯 你不是主角 你是陪著你爺爺送你爺爺一程 你回去再填過 然後再交給他 他說哦 回去一填 老師一看 誒 請假理由是 賠妝 誒 原來我們對 對死亡 都很混淆的 根本上原來就不知什麼是死 好了 問問大家先 你們知不知道 死是怎麼回事啊 知的舉手 沒有人舉手 誒 什麼 網啊 對不起 不應該說死 誒 誰知道 往生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我知道 很少 再問 誰不怕死的 請舉手 十分 其二那些怕死 我告訴你,怕死你們是正常的 舉手那些是不正常的 這個世界是道兩行的 剛才那些你告訴我 真的值多少個分貝 那些掌聲,你說合不合格? 他們這麼有勇氣,不怕死 給他一點掌聲 以後他就知道自己錯了 不怕死?講死吧 再問大家 你們知不知道你們以後會怎樣死? 不知道的舉手 嘩,反正99.999 好了 剛才說不怕死那些 你們擔不擔心你死的時候 死,其實真的不用怕 怕的是什麼? 死不去那時候 是嗎? 好 給點掌聲 剛才舉手說不怕死那些 希望他以後容易死一些 你今天呢,如果你怕死的話 你就真的聽死了 我從頭到頭到尾 為什麼要這樣? 原來中國人 亞洲人很忌諱過死的 因為他不知道死是怎麼回事 以為從此在這個世間上消失了 生命是到此為止了 怕不怕? 肯定怕 一個人,他請教一位大師 大師,大師 不關你啊 給我看看 我以後會怎樣 我將來會怎樣 大師看都不看就說 你死掉了 大師說得對嗎? 對 這裏有哪一個人說 自己避免不用死的 我夠膽說 沒有人舉手 是嗎? 肯定要死 不過看看我們什麼時候死 生命的好悲和無奈 就是這裏 我們不知道怎麼死 不知道什麼時候死 不知道死不死得去 不知道死得不辛苦 是嗎? 最重要還有一件事 哎呀 不捨得死 好奇怪啊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有財有勢的 不用捱的 你都說眷戀富貴啊 榮華啊 是不是? 原來有人啊 原來有人啊 熬得很悲很苦 生活啊 穩朝不得晚 現在沒有奴隸制度啊 否則他一定是奴隸 就是熬得很辛苦也好 原來他都不想死的 你又信不信啊? 沒有 留藝 尚且什麼? 探生 探生 沒有誰 願意在正常情況之下 放棄自己的生命 而生命的價值 就是這裏 有些人為了救人 他可以犧牲自己 有些人為了成全人 他可以放棄自己 也有些人 可以圓滿自己的生命 可以怎樣? 擔起自己 什麼人都有 好了 面對死亡 說真的 面對死亡 我有一個朋友 在溫哥華認識的 今年七十幾歲 我們叫他楊伯伯 他很傻傑 他以前在香港的時候 是做殯儀業生意的 香港應該很多人都認識他 他無疑無疑 移民了去溫哥華 安享晚年 他看死亡是怎樣 他將自己的墓碑 黑了三樣東西 中 發白 那麼他起初跟我們解釋 起初跟我們解釋 他說 為什麼我要黑中發白 他說 我不喜歡打牌 但是我太太很喜歡打牌 你知道 一刻了中發白 那些 隔離輪舍左右 他說 我們只有兩個人 我陪伴 我太太也只有兩隻腳 他們會知道 久不久會走來跟我搶腳 好了 他說 我又無疑無女 那些人看見地下 中發白 三個牌 他們很自然 中發白 那就向我捱三捱躬 但是到了前兩年 楊伯伯終於跟我們說 他說 師父 其實我黑中發白 是另有原因 這位就是楊伯伯 是不是很樂觀 他說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說 中就是 一生人 都很希望自己 一擊即中 然後就大發突發 噢 搏完一輪之後 他說 才發現 原來自己一生人 是兩手胸胸 他說 最慘就是那個四方 那個白 是一副棺材 到尾就是一副棺材 吸著我們 我們想想 我們想想 老人家有這樣的遠見 我們起初來到這個世界上 對我們很有信心的 你看看我們從出生的時候 握著那個拳頭仔 寶寶出生你有沒有見過 大人家見過 我們每個人都騙過的 向天告示 我要掌握這個世界 到走的時候 握著手 握著握著握著 原來什麼都握不到 那就走了 每個人的循環都是一樣 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樣 都是帶著期望 帶著信心來 但是很大部分人 都是帶著失望 甚至乎是對這個世界 帶著傷感而去 那有沒有一些好樣的呢 死得好看的呢 讓我們不要那麼害怕 有沒有你們說 有 我認識的 有位朋友 有位朋友 他自小 呢 家裡的父母 就說他 時辰百智 黑家人 你不可以把這個女生放在家裡 如果你把這個女生放在家裡 如果你把這個女生放在家裡 他會令到你整家人家散人亡的 於是爸爸媽媽媽把他怎樣 給了人 終於呢 就被那位牧師 收養了他 那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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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虔誠 公書 教學 到牧師晚年了 入了去醫院了 牧師每一天 都是去每張病床 和每一個病人祝福祈禱 每天都是這樣說 就有一天 醫護人員見到 牧師今天為什麼跪在這裡祈禱 跪這麼久都不起來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起初就以為他今天肯定有什麼事 要和主耶穌談 在這幾個小時之後 覺得不對勁 走過去看看 牧師已經跪在這裡 騎著土 含著笑 去了天堂 我又認識一位 我們的朋友 他自己的爸爸 是道長 信道教 道長 一生人慈悲到不得了 他怎麼走呢 去完洗手間 走出來 站在洗手間和廳中間的那個位 他太太叫 今天怎麼站著這麼久 以前 等下等下 覺得 有些不對勁 走過去 摸摸他 站在那裡已經走了 道長 我們再看看我們尊敬的德蘭修女 德蘭修女的一生不用我們說 如果要講佛教的菩薩 無可置疑德蘭修女是這個世界人間的菩薩 她曾經說過一句話 她說 我們不能夠做驚天動地的大事 我們只能夠用偉大的愛心去做小事 於是她一生人不停地在勞苦大眾 在這個世界生活得最低層最悲苦的人身上 她不停地用偉大的愛心做小事 你看教宗保禄二世 幾十年來為天主教奉獻一生 直到她臨終上天堂去天國最後一分鐘 做的都是一個十字架的手勢 就是向上帝祈禱向世人祝福 一個宗教界的領袖到死的時候 那個信仰都是這麼堅定 對人民那個愛心都是這麼真摯 這麼迫切 全部都是我們很好學習的對象 我們佛教都有 廣陰老和尚 如果佛教徒你應該聽過他的名字 廣陰老和尚 1986年往生 23年前 廣陰老和尚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他一生人在他出了家上了山修行之下 躲在山那裏沒有東西吃啊 沒有東西吃 唯有吃水果 吃水果養了他大半生 於是台北人叫他做水果和尚 你應該聽過 你應該聽過 在他臨走前 1986年他95歲 他年初那時跟信徒說 跟徒弟說 我想年初一走了 那些徒弟以為你開玩笑 師傅年初一大家都很忙的 你走不得閒啊 我們他說 噢 不得閒啊 那年初五啦 就是這樣講完了 年初一早起床 過完早齋 他開時 就是跟所有信徒 徒弟講完話 他就說 他要去高雄的廟通寺 去到之後 他說 我不再吃東西了 不再接受醫藥了 好了 年初二 有一點點不舒服 氣息比較弱一些 年初三 完全精神爽利 又跟徒弟 跟信徒 有講有笑 年初四 他突然之間叫徒弟 早上來 你們全部來 全部一起 站在太陽下面 大曬 大曬太陽了 徒弟 師傅做什麼事呢 全部出光 全部出光 散完之後 他就跟其中一位徒弟講 你得了 他們還未得 我不知道老人家這個得 是什麼境界 就是這位 他說得這位徒弟 在他走了之後 就承接了 承天子 年初五 早上 遇上地同所有 徒弟信眾 聊天 交代完 食完午餐 下午兩點鐘 跟那些人一起念佛 念念一下 他看著他們 我學的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看完之後 閉上眼 這樣就 準準年初五 是不是給我們一個 很大的力量 什麼力量 這個境界 你不用恨 你告訴我 你可以的 我都不太相信 而是 要放下的時候 就怎樣 放下 這個不是承不承諾的問題 不是說你答應了 一定要做 你就做得到 或者做不到的問題 是真的修行的功夫 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得到 修行人做得到 真正的修行人能夠做得到 講老和尚 很出色的 當代佛教的態度 他還有一件事 我去過他的成天子 他們的成天子 他還沒興建的時候 原來曾經發生一件事 你知道很多很多 很多徒弟 很多很多信徒 於是 個人就知道師父要興建大典 人人介紹什麼 你知道嗎 風水師 師父 起大典一定要選一個好的位置 做大典的落腳點 竟然出現超過十個風水師 但是 十個風水師 每個人講的位置都不一樣 怎樣選 選來選去 這個說這個好 那個說那個好 如果有老人家不出聲 拿起一張藤椅 就叫著兩個 徒弟 你們跟我來 一個拿中藤椅 一個就跟他拿八線 他就那天在山頭上 這裏坐下 那裏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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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他就說 這裏大點中心點 那徒弟說 師父 這裏坐下 這個位置 你是憑什麼 找出來的 你知道嗎 要跟什麼找出來嗎 感覺 他說 那裏坐下 沒什麼咬就有地方 沒什麼咬就有地方 老人家那種豁達 那種看通世情 你說好 到處都是好 是不是 你說不好 你怎樣理的都是不好 好 成天子就是這樣見起來 高僧大德 偉大的宗教領袖 每一個都是我們很光輝的榜樣 可以帶領我們走到人生最後一程度 居士做不做到 在今年的五月 就有一位很虔誠的基督徒 二十幾歲 癌症 他臨死的時候 他臨死的時候 和他所有朋友 和他爸爸媽媽 講下自己對他們的內疚 對他們的感恩 再跟他們說 我很感謝在這一段最痛苦的日子 基督一路陪著我 直到他走 平常人都要有這樣的 這樣的心 你信的是什麼信仰 你就要將那個信仰 帶到你生命最後一分鐘 這份力量支持到你最後一分鐘 那我又有一個朋友 佛教徒 前年往生 癌症 肝癌 我本來不認識他的 就是因為他知道我曾經有肝病 他的師父想辦法 希望我可以幫到他 所以在最後的日子 大家有見面之緣 在他臨走 那一早 之前那天我還見完他 早上七點多鐘 打電話來 說不行了 去到已經完全昏迷 怎麼叫都不醒 他說已經昏迷了幾個小時 怎麼叫都不醒 他八十歲的媽媽 坐著輪宇來 一進去一見到他 馬上哭 其他人就說 伯母你不要這樣 你這樣他很難過 那他就是要過 那他只是說一句 你給我摸多他一下 你給我摸多他一下 那於是身邊的人呢 就有了他 輕輕摸摸他的臉 但是有些人家 碰到我的臉之後 不肯放 不肯放 一直拿著 那些人就說 你剛才答應了 答應了我們 你不激動才進來的 如果你再這樣 我們不讓你見他 如果你想陪他最後那段路 法務你可不可以 乖乖地聽聽說 坐在那裡 一路跟他念佛 如果不是 我就帶你出去 老人家一定願意 是嗎 好了他願意 就在他坐在那裡 那時候 我起來 走到那個朋友耳邊 我大聲跟他說 我說 你八十歲的媽媽 現在合著掌 流著眼淚 在你身邊 念佛送你最後一程 如果你是一個孝順的女兒 如果你是一個好的佛教徒 你報父母之恩 報佛陀之恩 你就在這個時候 你將所有東西放下 聽著念阿彌陀佛 將所有東西放下 聽著念阿彌陀佛 於是 你知道我的聲音 只有聲音而已 我就在他的眼 就在他的耳邊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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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迷了幾個小時 身邊十幾個人在一起 突然之間 看著他 看不看我的口型 阿彌陀佛 好了 佛佛一下之後 很快 很快 熟一聲 套了一口咖啡式的東西 天的軒 即走 在場的人 高興到不得了 我又馬上說 你好獎 你們說他是不是好獎 你好獎 你所有師兄弟 給你鼓勵到 我说对了 什么都不要想 去上路 我们再用佛路送你一程 于是大家一起念阿弥 整个病房关闭门 怕吵到隔离 念完佛之后 他们八个小时后 再揭开他们快步一望 那种感动那种感恩 全面你知道干病的人 走的时候怎样 黄色是吗 我相信好面识过你 任何一位 红粉飞飞 含着烧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整帮人的信心强到不得了 所以 如果你家 如果你家 有人 是往生了 离开了你 或者 命不久矣 假如 你到今时今日 你还是得过悲伤 难过痛苦的话 我只能告诉你 你和对方的缘 就到此为止了 你和对方的爱抑 就到此为止了 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吗 你只会哭 是不是 哭是不是人人都会 好事未必人人都会做 如果你只会哭的话 你都不可以走前一步的话 你和他的关系是否到此为止 你和他的爱心是否到此为止 所以很笨 很笨 如果 我真的有亲人往生了的话 我一定会怎么样 将他最好的精神 最好的品德 最好的个性 怎么样 移植来我的身上 他勤劳 我加倍勤劳 他有爱心 我加倍爱心 他有耐性 我加倍爱心 有耐性 我要在我的生命里面 有他的影 我要他的生命 在我的身上 能够延续 我们要这样 这样你才和死者 真真正正爱心 真真正正心心相忍 但是偏偏现在的人 好像爱得来 好像 只有痴 只有痴 离开了痴 就好像没有东西看 也没有东西可以说 有时 人做不到的东西 畜生做到 在几年前 我们在温光华的时候 有人 就拿了一只 诺威娜来 听清楚我说的 诺威娜 几岁大 诺威娜来 求我们收养它 说这只狗 很善良 诺威娜善良 他说他真的 他任这狗咬 他不还的 不还口的 好了 那只狗来到我们那里 真是逐个师傅来求 走来控我们 求我们收留他 真是好像懂事那样 好了 我们就收留了他 跟我们相处了几年 尽心尽力 进责到不得了 我们出生花园 他就一定跟去花园 我们在停车场 他就一定跟去停车场 有人来寺院拜佛 哪一个 当然是在花园走过一圈 是吗 他一定 跟着你捉 你走过一圈 然后跟你说 再见 好了 你知不知年初一 拒收的利是 年初一 拒收的利是 你看到那条颗 有条链 拒收的利是 是比我们任何一个师傅 都要多 那个是香油箱就差不多了 塞到满了 他一路走一路跌 他看下 跌了 他又不懂得收 于是整个花园 都都是利是 我久不久就要出去收 然后呢 这些是你的 没办法了 那我们就没收到伙食费的 但是呢 有佛誕 有些什么 供佛 买点花 你的钱 供增 你的钱 这些呢 大胆一点 你起个带头 再用拍手 把人家就跟着来的了 好了 所以我们所有做好事 这只狗呢 都有份的 但是始终有脾气的 有一次 我不记得了一件什么事 某位师傅叫他 他不理睬 从来未试过 不理睬师傅 哪个住在寺院里 敢不理睬师傅 竟然是你的狗 那我最恶的那个 不行 你怎么可以这样 教训完一轮之后 教训完一轮之后 告诉他听 逐个师傅去 say thank you say hi 于是我请了这么多位师傅 在停车场 都不需要的 一人站在角 一人站在角落 这位师傅在那里叫他 他要去的 这位在那里叫他 他要走来的 他真是听 一叫他去走 一叫他去走 我说 嗯 回来我那里 那就goodbye 力了 那就奖回他 到我前几年 肝病很严重 昏迷了 其他师傅就跟他说 杨师傅不行了 你好好看实他 其实根本就不用说 我一病他一定在我 睡的房间窗外面 摊在那里 头上就看着我床 常常不动 那次昏迷之后 我不知道我讲你们明不明 在没有人的情况之下 他不断的撲向高空 你知道什么事了 说什么 说什么你又想象到吧 知道吗 我们没有人见了 我又不知道 那些师傅告诉我 不断的拦住 不断的撲 不断的接近我 我很感激他的 好了 前年大病了 cancer 整个在肚子里生出来 不行了 我们录了一柄录音带 我不断赞他 不断多谢他 不断鼓励他 24小时在他耳边播 起初一听他 起初一听一听 那立刻看看 为什么这样的 好了 整日24小时在这样播 他听听听 他知道了 很安乐 很自在 走了 走完之后的第二天 走完之后的第二天 全身的毛突然之间 亮亮亮 发光的 整身软软软 那我们很简单的 找个纸箱 自己师傅自己做了个纸箱 把他平时用的皮 摘好它 整好它 好了 然后呢 我们的主持 当家师傅 在个纸箱上面写着 多谢他 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就这个箱 两位师傅 亲自送去 诊所 他在诊所火化 那些护士一见到这个箱 立刻流眼泪 他很好人缘的 因为他实在太胖了 二百多磅 他去诊所 看医生 就逐个护士 跟他们打招呼 一只狗 自始至终 当他受完苦难 当他 去到狗生 最后的日子 他都是这么尽忠 这么尽责 他很知足的 这只狗很知足 很感恩 结基人员 好得不得了 直到现在 直到现在 看他的医生 看他的护士 只要我们保留 有什么活动 一定来 是因为他 一定来 你想想 这狗走了之后 诊所送两棵树来 给我们种 讲明是为了纪念他的 从来没有种狗 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蝙蝠 不讲人讲狗 我见你们种狗 种得实在太离谱 当他是宠物 是不是 又抱又咀 又疼 好 你疼他 可以 但你有没有想过 你疼完他之后 要送他去一个 什么地方 你自己回去想 如果你和他的情 在他走了之后 你生不如死 通不欲生的话 你有问题 对不对 那只狗也有问题 你这么伤心 他伤不伤心 一样伤心 这份情再牵下去的话 糟了 很可能下世后不知道是怎样 可能对着你是狗他的人 又再来过 如果你相信轮回的话 即使你不相信轮回 你都觉得应该怎样 好了 你和他的缘分在那儿 他在生的时候 你真的应该好好地照顾他 但是当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你是不是应该将一份爱心 怎么样 继续好好地做好 你自己人的本分 过好你的生活 你可以再养过另一只 无可厚非 但是不可以不停地伤害自己 用伤心难过去伤害自己 你觉得我说得对不对 所以 尽责 知足 感恩 识福 是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任何一个人 无论你任何宗教信仰 你都应该要 为什么我们怕死 为什么我们怕死 其实原来我们是没有尽过责任 为什么我们怕死 我们不知足 为什么我们不舍得死 我们不懂得感恩 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死 不懂得福 不懂得福 尽责 你是什么本分 你在做什么崗位 你是银行董事 你就要守你董事的职责 对不对 还有操守 你是老师的 你就要守你老师的职责 同操守 你是警察 你是医生 你是什么本分 你就要进责 有个小型飞机 机上坐了五个人 飞飞下 突然之间 机件出现故障 机师在 播音桶上面说 现在飞机出现故障 在几分钟之后就会坠毁了 我是飞机师 很对不起 都要做一次了 因为飞机上只有四个降落山 我先走 于是他背起其中一个降落山 就跳了下去了 飞机没有了飞机师 不断向下 不断向下 追了 另一个 他就说 我是律师 对不起 都要做一次了 我还要为这个社会伸张正义的 我先走 背起第二个降落山 跳了下去 第三个人抢着 我是有钱人 我以后还要制贫的 我要做很多社会福利 我要对社会很有贡献的 对不起了 我先走 他在机上拿了第三个降落山 跳了下去 机上只有只剩下一个老人家 一个小朋友 那个老人家立刻 打着那个小朋友就说 小孩 背着这个降落山 你快点走 他说不行 爸爸 我要跟你一起 他说 没时间 走 我不能 我一定要跟你一起 他说 只剩下一个降落山 他说 不是啊爸爸 刚才他们三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 方念之中 背着我的书包 我都跳了下去 我们一起走啦 当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身边的人 只要事实上有一个人 不负责任的话 都会带给我们痛苦和危险 是不是啊 你愿不愿意做一个不尽责的人 想清楚啊 立刻就静下了 这次精了 不敢连连答 一不负责任 身边的人很痛苦 很痛苦 很痛苦 好了 知足了 你的生活 你本身可以过得很好的 但是 人家说 穷风流 就饿快活 是不是 穷的人 你要他风流 可以啊 很容易啊 现在你看看 多少家庭惨案 拿中援啊 拿什么啊 涂色的新闻 多得不得了 饿快活 都得 都可以 但是 穷风流 饿快活得来 他对这一生人 那个穷 那个饿 有一种知足的话 你说 会不会比较少有了 就是说 哦 我这算是好的了 我不敢奢求了 比较少有 反而反过来 越有钱的人 他会怎么样啊 越希望 做生意更大 拿更多的钱 是不是 所以很奇怪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你没有那个时候 因为他自己本身 觉得他自己有这个能力 知足 不容易做得到 有个奶奶 和一个好朋友 很激气的 真是激死我 有些这样的媳妇 那个朋友说 哎呀 你媳妇又有什么 哎呀 我都不知道 那个儿子 为什么这么喜欢他 你知道吗 他呀 在家里 又不做事 又不煮饭 又不臭 什么都不做的 这个都不要紧要了 我最烦火爆的 就是他餐餐吃饭 都要我儿子 把他捧起来 哎呀 我儿子对我都没有这样 你说我激不激气啊 那朋友说 那也难怪你的 哎呀 不要激气了 你只有几个儿子 他一个 那女儿呢 都是一个 那你女儿呢 说开我女儿 真是好命啊 他嫁得不知几好 你知不知道 我的女婶 多疼她啊 她在家里 什么都不用做的 不用买菜 不用煮饭 不用臭小孩 还有一样好 我女婶 每次吃饭 拿着饭 递在她面前 给她吃 你就想了 人生有没有那么如意啊 你自己说 有没有那么如意啊 你要知足才行的 如果你不知足的话 天下间给几好的东西 你都是怎么样啊 得个愿泉 是不是 你留意一下 你每日生活 哎呀 真的不值啊 哎呀 如果这么这么 哎呀 为什么这么这么 你是不是口头禅啊 每日必说的 是不是 金句来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发觉 你以为 很多样东西 应该是这样的 为什么又这样呢 如果我敢敢敢 现在就敢敢敢了 这个世界最难买的是什么 如果啊 是不是啊 你一知足的话 所以中国人说 知足者 行逆乐 是不是啊 不足者 负逆 所以我经常都说 香港的有志人家 其实很辛苦的 那个走势 刺激实在太大了 是不是 金融走势 财经走势 各样都刺激太大 引诱又太大了 你有钱 而安于 你的现状 珍惜你所拥有的 你没有钱 而你能够 放下你没有的 你病的 你能够担起 你眼前的 如果你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的话 什么时候死 怎么样死 死不死 你不会在意 因为怎么样 有钱的人 你会觉得 我好知足 我这一生人 名华富贵 曾经享受过 是不是 你不是会好知足 好了 穷的人 你会好放得下 我反正都是没有的 是不是 反正熬得这么多 不要紧 如果你病的 你会发觉 你会觉得 我现在病 我不用那么辛苦了 以后不用那么辛苦了 我另一个生命 我会再重新开始 反正这一生人 我都曾经经历了 甜酸苦辣 悲欢离合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的话 你说 你是不是不会害怕死 问题就是 我们不是那么容易 放得下自己的知足 感恩 感恩 很难 很难 人最难发 其中一样就是感恩 人家怎么帮你 怎么帮你 你会不会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多谢人呢 这次拿门票 就发生了事情 一位义工在电话里被人骂了三几四个字 十几二十分钟 这么快派了门票 找笨啊 你们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骂了 他拿着 不敢收线 他怕收线 人家说 为什么大国方行中心 那些人这么没礼貌 把我的电话 他说 师父我应该怎么做 我说 你都应该 我跟他说 还有很多人在等着 他说 他真的有很多人 不会感恩的 不会知足的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知不知道 包括我们自己 其实都是一样 有三个老人家 年纪很大 有一个就说 哎呀 我发觉我真的是老 现在真的没用 我走走走楼梯 突然间忘了自己 哎呀 我要上还是下呢 哎呀 真的没用了 另一个就说 哎呀 我都是一样 你知道吗 我经常打开冰箱门 我要拿什么 又不记得 关上它 等一会儿 再开过 再来过 其实不用老人家 超过50岁的 都有这么一个经历 好了 第三个老人家听到呢 他就说 哎呀 我真是托賴 你们两个出现的情况 我都没有出现 我还很好 好了 刚刚电话响 他琴琴声 他走去开门 找谁啊 我说 其实这个更糟糕 他很知足 很乐意面对自己 身体状况 因为为什么呢 你年纪老了 始终会退化 我师父教我们很好 身体这么多的机能 没有一样 你都要感恩另一样 是不是 你脚不能走 一定是脚痛的 你要感恩你的手 还可以拿到筷子碗 你耳朵听不到 他说你要更感恩 你还可以说到 你眼睛 他说你要更感恩 你的鼻子还闻到 你还能吃到 感恩的人生 令到我们解决很多苦路 可以放下很多烦恼 很多痛苦 看我们发不发到这个心 识福 识福 我不知道你是否识福的人 你们身边得到的 你有没有觉得 我这一生人 真是福福何求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 用掌声回答我 你真是高警戒 我刚刚打算 你们觉得有就举手 有个女人 在丈夫过世之后 就和那位朋友说 我丈夫留下了三千万给我 那位朋友就说 他虽然很年轻就走了 但是有三千万 你都可以养大几个小孩 他说 你以为他留什么三千万给我 他说 他留什么三千万给你 他说 他叫我 千万不可以改嫁 千万要孝顺他父母 千万要养大几个子女 这样三千万 哎呀 好了 如果我们身边的人 能离开我们的时候 把我们这么重的责任 这么大的期望给我们 我们是不是都应该 好好地珍惜这一份姻缘 珍惜这一份大家结的福报 说到死了 说到死 很多忌讳 一个人要面对死亡的时候 以为 好像以前拍 粤语长片那样 我以为真的 张活油好 白烟好 谁好 睡在床檐之后 我也是不行的啦 马少英是最流行的 我死了之后 你们要好好地 听爸爸妈妈说 终于之后 跟着屋 我就走了 我以为人死了都是这样的 原来不是的 有天灾 有仁和 有意外 有凶杀 是不是 什么都有 好了 我们不要理 不要理是什么 什么状况之下 要死了 要死就死了 正常 正常 老好 病好之下 我说 原来一个人死的时候 是有一个过程 有过程的 你有没有听过 四大街空没 听过没 佛教的四大街空 听过没 我以前未信佛的时候 我就以为 四大街空 当然是说 酒色财气 是不是 错了 丫头那些 不是 原来四大 四大是指地水火风 地水火风 佛教 我们一个身体 是由地水火风 组成 地是什么 硬的东西 骨头 水是什么 流出的东西 眼泪口水 鼻涕血液 大小便 火是什么 有暖的温度 呼吸 体温 风是什么 流动性的 呼吸 是由这几样东西 组成 当一个人死了 你的肉体 步向死亡了 这四大人就会怎样 分散 其实 四大之余 是再加一样 五大 神色 也有些人说 空 四大街空 这个空 首先 我们老了 或者病了 有没有觉得 现在开始 五十岁之后 一定有的 骨头开始 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痛 是不是 原来死的时候 临终的病人 或者临终的老人 或者临终的人 他首先就出现 骨头有事 骨头什么事 不动 是不是 开始不动 行不动 坐不动 然后连睡都不行 敢睡又痛 敢睡又痛 当他的地大 开始分散的时候 我们看他了 躺在床 以普通正常情况下 躺在床 不再动了 然后他慢慢 你留意一下 那个面盒 凹下去 面开始凹了 面色开始转白了 然后 然后他的气息 开始弱了 慢慢 四大一分散的人 马上陷入 昏迷了 地大一分散之后 你一不动之后 很快的这个过程 很可能 你的人会见到 他的很明显 但是因为现在医学 实在太猖明了 用不同的药 譬如打了妈啡 是不是 他长时间 都是在 昏迷的状态 你不知道 我是指正常的 正常之下 地大一分散完 水再分散了 那个病人 很可能你会发现 他突然之间 口水 鼻涕 眼泪 不自然地流下来了 他虽然昏迷了 有出了 跟着大小便 怎么样 失禁了 是不是 跟着他的肤息 口唇的肤息 开始变白了 然后 水大一分散 鼻 鼻 凹下去了 所以那些人说 死有死伤 鼻一凹 面壳 一收紧 差不多了 水大圆一分散 火大了 体温 开始下降 一路冷 是不是 首先冷的 手脚 一路冻 但有些 会冻一下又热一下 热一下又冻一下 但到最后那分钟的时候 一路冻了 手脚开始冻了 它冻的时候 口 口和鼻 是干得非常紧要的 而口 好像有一个东西 塞在那里 塞住的 吸住的 慢慢慢慢 它呼吸出来的 呼吸出来 呼吸出来的气息 都是冻的 火大分解完了 风了 呼吸了 它起初的时候的呼吸 慢慢慢慢急速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临走的人 一定气喘的 它喘还有一个规律 普天下的人都是一样 一定是怎样 吸的气是短的 呼出来的一场 看到吗 一定是这样 好 当它不断地扯 不断地扯 不断地扯 不断地扯的时候 到只眼了 眼它会反眼了 会反眼了 反反眼之后 它会怎样呢 这个时候 它会见到很多东西 我们不知道的 它一反眼 如果你有留意 你曾经往生了的亲人 或者朋友的话 在这个时候 有些人会乱动 没有意识的 或者那只眼珠不停地转转转转转转转 它又是没有意识的 或者它再早期一些 未四大分散之前 它乱地说话 说前面有什么 前面有什么 但一到这个时候 那时候没有意识了 眼睛反了之后 有时候会见到他的眼珠 在那里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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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什么呢 全世界公认了 那个人的一生 就好像一套快速的电影 就在这个时候 反眼这个时候 现出来了 如果他一生作恶多端 或者做很多不好的事的时候 他的心会怕 这个人会怕 恐怖 恐惧 所以令到他走的时候 不得安长 但是他一生人 如果是很平和的话 很平和的话 他会怎么样 很安长 在这个时候 硬见自己一生人 再一次现回他所做的好事 就是这个时候 他会觉得自己 问心无愧 很自在 很安乐 就是这个时候 同样在他呼吸 很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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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另一个医学上的状态会出现 他喘得不得了的时候 我们以为他很辛苦 是不是 原来不是 很令我们安慰 辛苦在之前 在这个时候 如果那个临终者 他喘得很急的时候 就等于一个运动员 跑跑跑跑 跑了很长很长 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们应该试过的 不够气又要跑跑 是不是气喘了 就是那一分钟 呼不住气 呼不住气 这个时候 在这个临终者的脑里面 原来是会分别一种 很特别的元素 叫做内元素 这种 这种 令到他所有痛的感觉 没有了 其实他那个时候 很平和的 所以为什么 内元素妈啡有麻醉作用 而我们那间的人 每一个人 说他走得好 一定说他像什么 睡了一觉 是不是 就是在那个时候 令到他 很心平气和 很自然地离开 移到他最后 喘喘喘喘喘喘 喘到最后 全身的血 全身的血 只剩下三滴 而那三滴血 一滴 摘一滴 摘一滴 在那个时候 一滴 通过心脉 一滴的时候 令到他最后一个 很长的呼吸 第二个 第三个 三滴血 三滴 最后的呼吸 熟一声 那就止了 所以你有没有见过 应该有人见过 他准了几下 那就走了 不过你没有留心 数是一二三 你以后你试试 那又说真的 如果你真的试试 真的三滴 那你再去过 高警戒 如果不是的 你就做给你身边的人看 师傅说三滴 原来是有根据的 三滴血 真的有根据 那就走了 在三滴血 三滴气 完了 神色 神色 开始分散了 开始分散 进入完全死亡阶段了 老死也好 神经死也好 心死也好 那个人走了 我们对着这条尸 哭也好 骯也好 原来他还没完 他还有哭文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佛教讲 最好在这个时候 不要动他 不要动他 为什么 他还有要继续 继续什么 他的神色 什么都看不见 他见到隧道 前面有光 人人都见过 你以后试试 见到回来告诉我 有条光 有隧道的 他见到光 如果你能够 向光的 到那个位置去 光明了 好了 但是原来 不是人人都可以 向光那里去 佛教徒经常都说 医经直说 晚上就说 你们向光那边走 向光那边走 没有几多人走到的 你们信不信 信了 知不知道为什么 走不了 骂你爸爸 骂你妈 骂你祖先 是真的有原因 原来我们祖先作怪 什么原因令到这样 祖先要负责 大部分责任 我们的祖先是习惯 住在山洞的 黑妈妈 不习惯 第二 第二 我们在妈妈的肚里面 又是习惯黑妈妈 不习惯 第三 要我们负责任 我们通常 多有正义感 多光明正大 多好的人都好 总是有些 阴阴湿湿的东西 你自己说是不是 是的 总有的 每个人都有的 谁都有的 阴湿惯 我们在那个时候 那个力大 我们见到光 反而会什么 惊 所以有段时候 我们会在那里流离浪荡 所以如果 你知道了 原来那三样东西作怪 你以后要增强 你这种心的能力 步向死亡的时候 你知道光的时候 你要加强能力 我一定要向前走 如果你是有做过功课 你惯了去教堂 你听的东西是善利好 你惯了去治愿 你接触的东西是善利好 或者你有修行 你在家里诵经拜佛打坐 你每日有祈祷等等 这个人呢 他的肛呢 持续的时间 久很多 否则的话 很短时间 他就走的了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 你不要以为那个人意外死 或者癌症死 很惨 那个时候还没算 盖官定论 定论的时候盖这个官 是不是起码死了 超过24小时 才可以盖官 是不是 盖官前 你还没可以评价 他死得怎么样 如果在那时候 他真真正正向光明走的话 天堂正土 他全部可以去到 就是决定在这里 是不是中音心 也是决定在这里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 知道我们死亡在那一分钟 那么重要的话 哦 师父 我知道了 我这个星期开始去拜佛 去诵经 去教堂 应该加强下 加强下我们本身的力 佛陀 他本身就是佛陀 菩萨他本身就是菩萨 圣母他本身就是圣母 上帝他本身就是上帝 他不用我们拜 不用我们求 不用我们信 为什么我们要拜 要求 要信 为什么 是要增强我们的真心 是为了我们 你们明不明 是为我们自己着想 所以我当好一个 都是一个好的教育 教育意义来的 好的课程来的 等会结束了 我知道有人会献花给我 我不是需要那叠花 但是我知道他们要献花给我 我没有反对 就是默认了 师父 为什么你要有人献花 出街人不是四大街空的吗 我要 我很乐意接受 为什么 我自己觉得 成就一个地方 大家出来发心为其他人 是不是 我多谢他们去成就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都要多谢我 对不对 如果你只是 你只是自己会奉献 你不肯接受人家的奉献的话 不得圆满 你就圆满阻落 你就圆满阻落 那人家呢 是不是 所以一个好的教育意义 我就说 不贵眼就是漂亮一点 我们一生人 一生人 不要 不要祈求 死了之后才是一个好的世界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现在已经是极乐世界 现在已经是天堂 外面环境有多差 有多差 你们现在是不是叫做有瓦遮头 有口好吃 起碼回到家裡 也有一個人給你看 給你罵 給你黑臉 或者你母親人在身邊 你也有朋友 是不是 你知道多少人 連這樣最起碼的都沒有 最必須的都沒有 我們要不要感恩 要不要滿足 所以你要找一個 你要過一個好的生活 不要想著 這個世界太大了 我要去極樂世界 親近諸上善人 那個時候才是好的 錯 你家裏就是直徑土 你家裏就是天堂 有一個人 生活環境很差 生意又失敗 欠人周身債 太太又走了 等等等等 兩樣東西不好 生無可戀 走上高樓大廈 要跳樓 被人發現報了警 下面警察 張開了舊生網 找人上去跟他說 一上去 先生說 你不用勸我 我決定死的了 他說 不是 我不是勸你 就是這樣 那些醫生叫我上來跟你說一聲 你反正 你反正 你知道我說什麼 他說 你反正 都是跳下來死的了 想你的東西不要浪費 很多人等器官的 你可不可以 將你身後的器官捐出來給他們呢 他想想 我都這麼悲 這麼苦 反正我都沒有用 他說 好啊好啊 最後那分鐘都幫到人 他說 好啊好 我願意了 他說 那你可以跳了 那我可以跳了 那你跳了 欸 等著等著 先生還有一件事 你既然是決定了 將你的器官捐出來的話 請你跳下去的時候 你保護著你的頭 保護著你的所有內臟 不要傷啊 他說 你瘋了嗎 我現在在三十幾樓跳下去 你叫我的頭和我的內臟不傷 他說 你才瘋了 如果在眼前的三十幾樓跳下去 你都不能夠保證你自己的話 你怎麼可以保證你死後 可以得到快樂 罵得他對不對 我們要不要用這樣的態度 去解決我們一生 噢 人們都聽到 是呀 立刻怎麼樣 下回來了 對不對 好了 我又當你 我又當你決定死了 我又當你知道你自己死了 你會怎樣處理你自己呢 其實 我跟大家說 可以知道怎樣死的作用 的主題 我不是想你知道你要怎樣死 你會怎樣死 我是想你們知道 你們應該怎樣生啊 你們會怎樣生存啊 這個才是我想說的東西 但是如果我說可以知道怎樣生 你以為我是父科的 你以為我是父科的 我唯有是一個人生的大事 所以 要處理你自己 其實不是在你死亡之後 在你什麼時候 在生之前 你現在就可以處理你的死亡 你現在就可以處理你的生命 你現在就可以處理你的生命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害怕死的話 聽完之後 是呀 我真的要化 你日子好的又要化 日子不好的又要化 你有病的又要看得化 你沒有病的又要看得化 你現在病的 你更加要知道 沒有問題 什麼沒有問題 這個生命 我可以隨時放得下 我們要為我們自己 找藉口 為我們自己找藉口 去愛惜這個生命 這個男生很聰明 他很想認識那個女朋友 很想認識那個女朋友 於是想一下 怎樣呢 走過去跟她說 小姐 請問你現在幾點啊 她就說 哦 兩點半 兩點半啊 你的錶又兩點半 我的錶又是兩點半 我們這麼有緣分 這樣就認識了 她要這樣找藉口 去為自己製造機緣 好吧 如果你現在 你心裏面很多苦啊 很多傑啊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你還可以為你自己作主 將它怎樣 轉一轉 你一下子扔不到 不要緊 沒有人叫你扔得下 你告訴我 師父 我聽完你的講座之後 什麼都放得下了 你以為我信不信你啊 當然不信 是不是 我相信你的話 我們個個都不用看光頭了 是不是啊 這麼容易的話 當然不能放得下 但你說 師父 聽完你講之後 我看得通了一些 我開心了一些 我明白了一些 我信不信 一定信 而這個也是我們希望收到的結果 你還可以處理你自己 你還有把握 不要被身邊的人影響 如果你家裏有人 整天在那裡 嘻嘻嘻嘻的 你要想辦法疏軟一下他才行 這些人不會影響我們的 趁我們自己 還可以為自己作主 一定要為自己作主 一個人為自己作主 知道自己快要走了 就跟我太太說 哎 我都要立定遺囑了 她說 是的 這樣 我就打算這樣 阿大仔呢 他又不懂得做生意的 我又想把那些家產呢 留給他 給他多些錢 那他就 太太就說 嘿 大仔的老婆 不是那麼聰明啊 你不要給他那麼多 不是 會流到外家 那 阿魯爾呢 我又覺得他幾精靈的 我就打算 將公司那盆生意交給他 當然不要啦 阿三仔呢 我就覺得阿魯爾呢 穩穩陣陣 我就打算把房地產呢 給他就算了 他說不好 當然不要啦 房地產給我的 喂 現在你死定我死呀 身邊會有人 會影響到我們 很可能是很愛你的人 很可能是很恨你的人 會影響到我們 會影響到我們 但是我們要怎樣 能夠在一個 模糊不清 或者對我們 打擾好心的環境之下 我們都能夠處理自己 特別是我們自己身後 在1905年4月 大科學家外印斯坦 他公佈了兩條定律 轟動歷史 轟動世界 一條是物質和能量互換定律 一條是物質不滅定律 他研究出來 物質乘以剛速的平方 就等於能量 他說原來能量 物質 在某一個情況下 會變成能量 能量 在某一種情況下 會變回物質 水 在受熱之下 會變成水蒸氣 水蒸氣受熱之下 升上天 會變成雲 雲受熱之下 變成雨 雨受熱之下 落回來 明白嗎 循環法 一個大循環 這個定律一出 佛教的心經 那些人就真真正正明是解決什麼 他說物質是等於能量 能量是等於物質 於是有人就說 色不移空 空不移色 生不移死 死不移生 生即是死 死即是生 原來我們每個人 以為那個生命到終結了 沒有了沒有了 人死如燈滅 是啊 對 但是對一半 人死如燈滅 那個燈關了 它是不是還有少許能量 少許熱量 少許煙 這少許煙 可以在空氣裏面凝聚 升上天空 天空之下 慢慢凝聚 變成另一種物質 植物是這樣 動物是這樣 人都是一樣 生命的原來生生不息 在這個世界上 是這樣不斷流轉 不斷循環 所以如果你說 人死如燈滅 對一半 你要加上下一句 認識了之後 可以再點過 那我們對我們的人生 就會怎樣 多一些希望 其實你說一生你要多長 說真的 有些九十五歲 九十六歲 一百歲 都還想多幾年 是不是 好了 你看看 蟲樹、柏樹、烏龜 牠不用修行 隨便有幾百年 一千年 有一種動物 叫做浮游 一天命 朝生暮死就是牠了 早上牠出生 晚上牠就死 只有一天的壽命 在蟲樹、柏樹、烏龜 一千年是牠一生 在浮游裏面 一天是牠一生 是不是 是不是只是相對 哪一個生命是最有價值 你在那個長度裏面 你只是能夠盡心盡力生存下去 這就是最好的生命 但是偏偏呢 偏偏呢 我們呀 不知道生命是一個循環 不知道生命是一個循環 這個環呢 帶出了宇宙真理 帶出人一生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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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圓圈 於是你看看樹有連輪是不是旋轉 還有背殼有裸紋也是旋轉的 最奧妙的你有沒有發現 在我們一生人 我們每一個人的軀體上面 最頂的幾尖頭頂 你是不是有個旋紋 又是旋轉 我們十隻手指 是不是有紋 十隻腳指都是旋轉的 整個人生告訴我們 是一個循環的 你死了就表示你往生 佛教這個詞用得非常好 不是死的 是往另一個生命 反過來 你的人出生 其實就是等死的 明白嗎 這個過程 我們如果知道了之後 原來世間的萬事萬物 都是在這個圓圈上轉的 但是這個圓圈轉得 我們就頭暈眼花了 一個死字 生老病死 在去年 我要在美國加拿大 舉辦一連串的生死講座的時候 竟然讓我發現香港有一本書 出得非常之好 由聖雅各福勤會出的 祝福 我一看到裡面 哇 開心得不得了 裡面很多圖片 我很想拿來用 那你知道 我告訴別人 我不是信佛的 你也不信 聖雅各福勤會 我知道他不是信佛的 那怎麼辦呢 我大膽 跟著那個email 寫那個email給他 告訴他 我要這樣這樣這樣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 借用你們的圖片 我打了輸數 當日我馬上接到email 一位先生 非常之客氣 回覆我 很歡迎我們用 很高興我們在這麼遠方 做同一件事 還告訴我 你如果再要我們的什麼圖片 你上這個網 在那裡再找到很多 在這裡我要鄭重多謝 聖雅各福群會 這個是愛心來的 這個是沒有界限的真愛來的 如果不是一定做不到 好了 我們看看 香港這幫老人家 他開創了 現代社會 新的一頁 他們不是去看示範單位 你來遠看清楚些 看山地 看棺材山地 來遠那些景是山墳來的 下一個 不是大廳 是禮堂 看不看到 你看阿伯幾神器 在這裡看 他們可以選什麼什麼 宗教 任你選 你看看他摸這個 大哥不是在看家師 在看棺材 你看阿伯 多珍而眾 這副 是我的就好了 可能會說 你說 這幫老人家 是不是很值得我們為他們 喝彩 勇敢面對我們的生死 那些笑容 多過你們 開心過你們 還有啊 他們在其他機構 我看到他們的報紙 在其他機構 分了棺材 去試驗 分棺材的經驗 我們當我們 斷了氣 走了 我們還有很多選擇 去選擇我們 怎樣做的 你看 什麼狀都有 什麼形式都有 真是 封劍尤人 以前 就有 坐飛機去殺在天空 坐船出海去殺在海 有些上山 把骨灰灑在山 發古山 台灣的發古山 聖嚴法師的提倡 植葬 植物的葬 在每棵樹 或者一棵地方 種滿樹的地方 有一個區域 走出來 每個人的骨灰 就倒在那裡 讓那些樹木 吸收他們的肥田料 現在我們看到那些 他們就是 將自己個人的骨灰 種在 放在地上 以後就在附近種植 逐棵計 這個 在外國呢 外國現在慢慢流行一樣 香港應該沒有了 珊瑚壯 這些又是 聖海國福群會 我在那裡拿的資料來 珊瑚壯 將骨灰 運營一些特別的泥 你看看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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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它怎樣 長出很漂亮的珊瑚 如果喜歡海的珊瑚 多漂亮啊 如果喜歡海的珊瑚 是不是很無奈 但是你又要很慶幸 幸好還有人和你 撿手 沒有 你可以這樣看 我們要很自在 看我們的生死 現在世界變了 世界變了 世界變得很慘 以前就說地球暖化 所以世界不好 現在的科學家說 不只是暖化 是地球遲變 原來地球 有 繞著太陽 轉一個圈 需要一年 太陽繞著銀河系 中心轉一年 聽清楚我講的時間 是要二億六千年 而它繞著這個銀河系 轉呢 它不是彈彈彈彈彈彈 它是起波浪文 每一個波浪 一上一下 要二萬六千年 你有沒有聽過 二零一二年 是世界末日這個消息 有根據 不過你不用怕 有什麼根據呢 原來在二零一二年 剛剛是 一個波浪一起 接另一個波浪 一落 交接 新的旋轉周期 和舊的旋轉周期 剛剛交界 第一 第二就是 地球 太陽系 和銀河系 剛剛成了一條直線 它成這條直線 要二萬五千七百年 剛剛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二年 碰到正 所以我們有沒有留意 這個世界 近這幾年 是不是很慘 整個地球的外殼 是有一個叫做 磁力圈 圍著的 在去年 美國太陽總署 已經公佈了 這個磁力圈 穿個洞 已經大過地球 總面積四倍了 所以磁力 受到干擾 減弱 磁力分配不平均 磁力分配得不平均 於是有些地方 出現地震 出現火山爆發 出現海嘯 又因為磁力不穩定 令到癌石 地下癌 裡面的流動 變了不正常 所有在地球上的 任何一個地方的氣溫出現大的變化 冷的地方變得更冷 熱的地方變得更熱 再跟著下來 當它的磁力 大家轉到 剛剛相反的時候 反常地 以前熱的地方變冷 冷的地方變熱 好了 整個世界變了 就是因為這樣變 有瘟疫出了 瘟疫 先有牛的瘟疫 跟著沙士 再跟著豬流感 雞流感 科學家預測 下一個是什麼 老鼠 你看他們準不準 天空出現不停的災難 動物世界也是受到衝擊 在這幾年 未來的時候 甚至是已經發生的 海洋生物 海豚也好 鯨魚也好 其他魚也好 會突然之間出現集體死亡 硬啊 燕子啊 這些季後的材料 全部盪失了爐 不知道去哪裡 在天空亂飛 因為磁場亂了 青蛙和蜜蜂 在全世界大量消失 最重要影響得 人最重要的就是 全世界的人 所有人 都是凡躁不安 哎呀師傅這句對聽 難怪我經常這麼猛 有原因的 是真的 你們是不是覺得心情很煩躁啊 很多時候 是不是 有原因 不定 這個影響啊 甚至 直到 有人類歷史以來 最和平的佛教地方 斯里蘭卡尼泊爾 泰國 緬甸 西藏 都出現暴力的分子 你想想 好了 我們在這個世界 你說 怎麼可以得到自在 怎麼可以得到安樂 死不死 剛剛被我們遇上 不用死 要怎樣 要團結 為什麼 大國科行中心的口號 是真愛無界限 我們要打破這個界限 地球圈 磁力圈 就是因為它穿了 就是因為它穿了 打破了 它才有這樣的力 壞的力 一樣造成傷害 於是我們要好的力 趕快要怎樣 建立起來 打破我們自己 人和人之間 宗教和宗教之間的隔膜 我們才可以 挽救到人心 你不要想著 佛教這麼少人信 不用管他們 如果你是有遠見的宗教家 你一定要看到 信亡就會怎樣 此寒 整個世界當一浪一來的時候 不到你說 不到你說 這個是我的 我們不會的 這個是你們的 你們才會的 沒有這回事 是不是 一浪蓋過來 一聲 一地下 一裂 誰要跌下去就跌下去 在這個時候 全世界的人 每一個國家的人 每一個社會的人 每一個家庭的人 每一個社會的人 只要團結 你才可以過到關 所以我這麼強調 一定由家庭開始 你要把你的家庭 搞好 家庭要有愛心 才可以過到難關 你家庭過到難關了 有愛心了 再擴散到一個中心 這次大國防洪中心 很開心的 有幾個家庭 全家人一齊來的 所以我們成立這個中心 就是希望要怎樣 要怎樣 大家要怎樣 衝破 你說有沒有困難 你說難不難 你自己說難不難 我告訴你很難 很難 人又老錢又沒有 我說我們 要做一件事 你說要做社會的事 很難 我跟他們說不怕 我有信心 師父你朋友 什麼有信心 很簡單的 今天我就出賣我自己 我真的出賣我自己 為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 只有八口 那就說 是不是 你們信我 你就聽 好吧 你再信你就回去改 你就去做 還有 說真的 我們什麼都做不到 我也不要人家 貌貌然支持我們 你一定要知道 我們在做什麼 所以我說 我什麼都沒有 我只有我以前曾經 講過 演講的 這次的作品 好 這次我就錄了兩筆 做了兩隻DVD 在溫哥華講的 啊 我在這麼多餅裡面 不斷耳架叫出來 今天就有朋友說 師父 我昨天請完 我今天回去聽 他這樣 加了一個字 五碼的你知道是什麼 他說正 好 好 好 我要用我們實際的力 不用求人 你要幫 你覺得我們做的 是對的 你自己拿出愛心 我們那些義工 又是什麼都沒有 我說 不要貪勵 10萬萬人拿錢 他們想 我本應 本應 摺些毛巾仔 拿去老人院 師父 我們不如 拿去演講那裡來賣 我說 哇 這條毛巾仔賣不賣到的 他說 愛心的 嘗試一下 沒有了 於是我就拿著他們 喂 如果我拿來賣 你們賣不賣的 他們說看我 好可愛 買啊 我們什麼都沒有 如果你是支持我們的話 你知道怎麼做 在後面的 還有啊 還有啊 這次講了 發生了很多風波 我痛改前飛 什麼痛改前飛 以後講座要收門票 為什麼呢 你先聽我說 先聽我說得對 不收門票 我不知道幾多人來 我本應這次是租大牆的 你知不知 就因為沒有錢 租一萬要幾萬元 我哪裏拿幾萬元 我說 我算了 這裏便宜了 最便宜是這裏的 我就來你這裏先 不用錢 我不知道你幾多人來 派多幾多張票 我不敢有把握 好了 給了你們 有些人不來 沒有拿回來 有些人拿了票 說不夠要再加 給不給呢 給完這個 那個不公道那個沒有 好了 有些說我已經這麼早來了 又是沒有 哇這兩個星期 搞到大國 頭都大了 我說不行 如果你們覺得我講的東西 對你們有幫助 我是不是都有多少價值先 那你說我沒有可能 我沒有可能 不知道我低聲喊氣 跟那些人說 我們中心需要支持 麻煩你發一下心 我不做 你覺得我做得好的 你們自己來 你拿多少不關我的事 我從來沒有過過 但是是不是起碼 長租 今天八千元 連臘袖開支 一萬元 你們搞定它 下一次 我幾樓都收錢了 你們有得益 第一 你們不用欠別人的 對不對 不用欠別人的 第二 你有能力 自己應得的 給你自己應得的 那份 第三 如果 我真是 收多了一個幾毫 的話 我可以再拿來幫其他人 你說 是不是生大好處 第四 我們不用做那麼多事 你知不知道那些義工真是 我經常跟他們說 我真是難為你們 你們在這裡做事 比上班還慘 是呀師父 由朝到晚 義工不夠人 如果哪位想當義工 表格在後面 你發一個愛心 你發一個幫人之心 你們知不知道 最終是成就你們 為甚麼我這樣說 我一直都不明白 為甚麼這麼多人要做好事 原來是跟我們的DNA有關 跟我們的DNA有關 我們的DNA會留給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DNA會影響我們身邊所有人 喏 你們見過阿拉伯人 是不是 阿拉伯人 是不是比較兇悍 是不是 你們看一下他們 自小要經歷些甚麼訓練 大家看著螢光 你看到嗎 你看到嗎 看清楚阿 看清楚阿 是一種男人 是一種男人 只是一個失手 我真的 有沒有失手 我真的 想要 你給點養生孩子 好嗎 我可以給你一點 獎子 你的寶寶好不好 就把我們好的DNA出來 我們不要動一下 我們不要動一下就講生講死 所有東西是我們習慣形成的 如果你能夠在習慣裏面 在生活裏面改好你的習慣 你慢慢就會發覺 原來你好像很難 但是如果你要改很容易 這裡在場就有起碼兩位義工 當時我勸他 你以為你這麼煩惱的 你進來做義工師傅我什麼都不懂 我又不喜歡和人打交道 那你有空上來坐下 坐一坐 那些人上來 麻煩你可不可以幫忙摘一下這個 整一下那樣 感恩到不得了 就是這樣我走出第一步了 就改了他的生活習慣了 有時間他可以上中心幫忙 是這樣來的 習慣 我們整天死守著那個習慣 影響到我們很重要 有個的士司機 他一天坐著乘客 乘客走在前面 突然就告訴他 司機前面有落 他聽不到 拍一拍他的肩膀 司機前面有落 他一拍他之後 當堂整個 啪啪啪啪 不停躺 喘氣喘氣喘氣 你嚇死我 你嚇死我 他說 喂 我在後面拍一拍你 你不用怕成這樣 他說不怕有鬼 我剛剛轉做的士司機 沒多久 那你以前做甚麼 開車 你也是做司機 你不用怕成這樣 我以前是開棺材車的 從來沒有被人在後面拍過 哇 這些掌聲 真的 你沒有被人拍過也好 你沒有被人拉過也好 沒有被人逮捕過也好 你走出你第一步 改過你自己第一步 你改變你的生活 你整天顧著 走著看你喝茶吃飯 改一下少少 去聽一下經 去拜佛 去教堂 去老人院 去孤兒院 去兒童癌病癥中心 一個星期找一天 不太多 你試一下 將你的愛心 將你的金錢 不要只放在自己那裏 吃得多就肯定說肌了 吃得多就肯定說要換個化妝品 老虎離身 很多人真的很苦 真的很需要我們幫人 你試一下 生命很寶貴 我們整天就以為我們自己是最 最慘最慘的那個 其實不是的 你知道嗎 其實不是的 不過很多時候 當我們發現 已經太遲了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 朱德榮先生 曾經畫過一個非常好的漫畫 我們欣賞一下 我從十一樓跳下去 我看到十樓 恩愛的夫婦正在互毆 大家又打架 我看到九樓堅強的Peter 正在偷偷在這裏哭 八樓的阿妹 發現未婚夫和好朋友上床 七樓的丹丹 在吃抗抗抑骨藥丸 六樓失業的阿信 每日還在看七份報紙找工作 五樓受人敬重的黃老師 正在偷穿老婆的內衣 四樓的Rose 又和男朋友叫分手了 三樓的阿伯每日都盼望有人來探她 二樓的Lily還在看她 結婚半年就失蹤的老公上片 在我跳下來之前 我以為我是世界上最倒楣的人 現在我才知道 每個人都有不為人知的困境 我看完他們之後 深深地覺得 其實自己覺得 還不算太差 還不算太錯 先知先覺 所有剛才被我看到的人 現在都在看著我 我想他們看了我之後 都會覺得 其實自己覺得 都不差 都不錯 先知先覺 後知後覺 不知不知不知 覺 這個覺 這個覺 只要我們 看到自己 愛護自己 珍惜自己 人生最大的目標 是善終 是死得好 你怎樣出生 你身不由己 但是怎樣死 我們可以用一生去好好把握 在台灣 在台灣 有位12歲的小朋友 前幾年癌症 所有方法 所有方法都沒有辦法醫治 他畫畫畫得很漂亮 寫文章寫得很好 他一個願望 他希望身邊的人 這間醫院的病人 受自己感染 勇敢地生存下去 於是醫院 在他住的那一層樓 為他辦了一個畫展 所有護士 醫生 那些工人 時時就推病人 來看小朋友的畫畫 看他的文章 好了 直到他再支持不了 他告訴大家 他只有一個心願 他說我希望我離開這個世界 那時候 你們用掌聲來送我 他問他們做不做得到 爸爸媽媽含著眼淚 回答他說做得到 所以在小朋友 臨終的日子 醫生 阿姨 護士 親戚 朋友 同學 逐個在他面前拍手掌 在他臨喧氣 那個時候 他整個病房 不是出現哭聲哭聲 是掌聲 一個十二歲的小朋友 就在掌聲裏面 離開這個世界 是不是很莊嚴 是不是很壯觀 是不是很值得我們學習 是不是 真人真事 你要做到 你要做到 到最後走 都是無憾的 你說難又可以 懷疑又可以 看我們自己的 有個小學老師 上課的時候 問一些學生 老師今天要考慮你們 有哪一句成語 四個字 是表達我們很開心的心情 而裏面又要有一個數目字 四個字的成語 表達開心的心情 又要有一個數目字 於是一群小朋友 在想想什麼字 終於有一個舉手 師傅 不是老師 我知道 是什麼 一生無憾 一生無憾 不是 他說 含笑九泉 祝大家健康快樂 很感謝教師這麼精采的演繹 相信大家一定獲得良多 現在是獲得時候 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請將問題寫在問題時 然後交給義工 謝謝 法師 你好 請問一個獨居長者往生後 他生前所供養的佛菩薩像 可以怎樣安置 請法師開示 謝謝送給人 未死之前送給人 如果再沒有人送的話 你看看 有些寺院可以幫我們做這件事 但是未必全部的 所以 家裏不用供這麼多 我見人家 一間屋 幾百呎地方 十幾二十尊佛 到處理的時候 也不好 再生的時候 也不顯得你很尊重 簡單些 如果親人 有患癌症 應怎樣面對 和用什麼心情面對 隨遇而安 還有一件事 你貪生怕死 必死 你死 你死裡求生 必生 明白嗎 你越害怕死 我大膽說 你死得越快 你摸開去 不要緊 我紛紛都是賺到的 你反而會怎樣 死得遲些 平常心 你當你自己沒有病 當你的親人沒有病 只不過你加倍關心 給他多點愛心 這樣就是了 癌症 你不要被這個詞嚇到 癌 是一個名詞 症 是一個名詞 癌症加起來 都是一個名詞 就是這個名詞 這兩個字 嚇到你鼻孔都沒有用 其實癌病 它不是難醫的 你們知不知道 不是難醫的 醫學上證實 百分之三十癌症 是拿你命的 百分之七十是什麼 那又不是全部嚇死 有很多是你 亂用藥 令到其他器官功能 受傷害而死 害怕 也是一個原因 我先生在大陸有兒子 生了兒子 我不追究 及感恩他放過我 朋友說我傻 師傅你覺得我傻嗎 你非常之傻 沒有人有你這麼傻 但是告訴你 傻人有傻福 你對 對 但是你不要閉嘴說 你不要說感恩他放過你 靈著臉你就在房裡扔心口 那又不行 你真真正正 自自在在過你的生活 我相信你是佛教徒 你知道因緣 到一個時候 不能再一起 就要怎樣 放 好啊 如果你這樣 你繼續傻下去 師傅支持你 我堂妹 因癌症晚期 已經到嚴重危險 這個時期 我應向她說什麼 最慘是她媽媽 以85歲 說什麼 沒有人要你講話 什麼都不用說 不用說任何事情 只是關心 知不知道 只是關心 關心就可以了 再說 沒有什麼悶不悶奇的 不要擔心 如果一個人要走的話 他都是要面對的 85歲 95歲都要面對 自己的子女走了 對不對 你不用擔心 如果她媽媽 這85歲的老人家 她是能接受到的 你告訴她 老人家你告訴她 她可能做什麼 還有一份安慰 安慰什麼 以後我去了那裡 女兒可以照顧我 你試試 有這樣的人 你試試 告訴女兒 你答應你媽媽 你先去打點一切 買定屋 裝修好 然後再接她去 侍奉她 她會很安樂的 修行人生 修行人生死事大 請問法師如何處理臨終時 保持正念 心不顛倒 是靠自己本身功夫 還是靠善知識助念 或是隨業流轉 三樣都有 靠自己 靠人家 看你的業力 沒有哪個人可以改變 你知不知道幾個修行人 到最後有人障礙 聽過沒有 幾不好 平日都不會去寺院的 突然之間她臨終 有師傅在她身邊出現 講兩句她又聽 甚麼恩緣都會有 所以靠甚麼 天地正氣 所有事這個緣 隨緣 包括人 我 事物 所以 為甚麼 你說要保持正念 說真的 不是到臨終那時才來保持正念 你平時分分秒秒 保持正念便可以了 甚麼叫正念 答不答到我 甚麼叫正念 正確的觀念 是吧 不要講到甚麼 我看的正念就是 你每一分鐘 每一個時刻 你知自己在做甚麼 這個就是正念 你不要講得很大 很大條道理 你現在知道 你是否在聽講座 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正念 這個就是正念 我知道時間又快夠了 這個是不是正念 這個就是正念 你知道就行了 你就是知道 你自己在那時做甚麼 你的心自然不會顛倒 不要想到它大一大 天花龍鳳 自己騙自己 沒用的 人緣 善緣 要在平時結 自然在你走的時候 善的恩緣 就自然在你身邊出現了 中國人很準 也是很毒的 我看你最後怎樣 是不是 死亡是否一定痛苦 是否一定苦痛 為甚麼人會怕死 是怕痛苦 或怕消失生命 你們都答我了 死亡不一定苦痛 不一定 我自己叫做試過 真是不痛的 真是不痛的 全世界出家人 沒有多少個 我是不是要承擔責任 我怎可以死 我真是怕消失生命 你說得對的 師父你好 理說人死時 不要碰他和移動他 但如要捐器官 怎樣做才好 捐器官當然不一樣 捐器官當然要動 所以如果你要寫了自己 臨終你要捐器官 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 是不是真的願意寫出來 如果不是 你所有的都要給別人 你晚上晚上過來 給我 我不敢說 因為我又不知道 那時候 你覺得痛不痛 在那個時候 醫學上 證實你已經死了 他確定你沒有知覺 他不會落麻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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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覺得 這一點 到最後 神識已經是散了 佛教說的 沒有意識了 你相信了 你安心去 這個時候當然可以動 因為為什麼 你的愛心 你的悲心 已經大於一切 怎麼動 你已經去到一個好地方了 這個世界 沒有多少人可以 在臨終的時候 有這樣的勇氣 有這樣的愛心 你衝破了一切 不用怕 如何可增強 死去親人 能走向光明隧道 如何可以得知死去親人 已成功走進光明隧道 你和我都不知道 你千萬不要去問他 你見不見到隧道 要不需要我給你電筒 你不用問 你又不要動他 不要搞他 不要騷擾他 但一個人走得不好 你知道嗎 知道的 佛教說 有的 但我問醫生 醫生說 我們的責任明時 一斷定他 一斷定他死 便會走 所以我們沒有摸他 那裡熱 那裡暖 如果是走得好的地方 走完之後 頭頂還是暖 這是他好的地方 你是不是想摸他 你不要騷擾他 不要騷擾他 是不是在隧道 如果他臨死的時候 很安場 很背 你就已經知道 他騷擾會很少 所以 如果你是助念的話 你不要在身邊拿著 木魚 丁丁叫 有高音 又低音 六字 七字 你安心 靜靜地 靜靜地 念佛便跟他念 如果他不是信佛的 信基督教的 天主教的 在他的耳邊 安心 我身為外出的人 我曾經試過摸著病人的手 告訴他 你去天國 你去耶穌基督那裡 你親近主耶穌基督 不停地這樣說 送到他最後 你也做不到 在他耳邊 不停讚嘆他 感恩他 這一生人 做了多少好的事 我們永遠掛念你 永遠懷念你 永遠愛你 我們永遠感恩你 讓你多些 原來我真的這麼好的 去吧 生命的長短 及製喻 是否人出生已決定 是否前世一人今世過 今世一人下世過 那些問題簡單些好嗎 這裏是讀他三分一 為了下面 我下面怎麼不讀 即是公道些 是否前世恩今世過 不要管 我們不要想太前了 只是今天而已 你今天來得到這裏 是否 你是不是做了什麼 你才走到這裏 是否結了個緣 中了個恩 以後收到什麼果 你以後得到什麼 各人 每個人看不同 是否有因有果 有嗎 有 有 一天的結果 你都知道 好像我 下午沒有吃東西 現在就餓了 是不是 那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餓了 那你如果吃得飽 現在就頂住 是不是 你昨天熬了的事 今天再迫車來這裏 你現在就累了 這個就是結果 每一樣都有因果 不用說得好言好妙 這件事 處理那件事 遇到困難 處理那個困難 有福 響了它 有難 承擔了它 這就是了 好嗎 捐贈器官 是否影響死亡過程 火葬後殺骨灰 是否最好的方式 以我所知 捐器官 是不會影響死亡過程的 因為醫生是一定會決定 你四大已經確定分散了 我用佛教的語言 四大分散了 它才 它才 給我們這個 開刀 做它的事 至於神色 至於神色 都是很短時間 當它移到你去手術室的時候 都差不多了 所以應該來說 不影響死亡過程 火葬殺骨灰 是否最好的方式 不一定 這個世界沒有最好 也沒有最不好 沒有好壞之分 只有 你願不願意 適不適合 是嗎 對不對 法師 人死後 把遺體 為什麼今天這麼多人捐贈器官 把遺體贈予 醫學界作研究 對死者有害嗎 沒有害 求生靜島 是否還要八小時不毒 不一定八小時 法師你好 請問一個 我答完了 你說多好 你說多好 這些因緣巧合 是不是 我們一定要很珍惜 我們一定要很珍惜 你看 我們每一個問題 我們每一個問題 都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給我們很大的力量 緣分 緣分 很難解到的 請問現在 大家可不可以告訴我 幾點鐘 再說一次 九點半 你們的票是九點半 我的鐘也是九點半 我們這麼有緣分 多謝大家 多謝師傅 和心鬼有鬼魔的 這個緣分 現在 有請大國光紅中心代表 Tina Lam 我們有一份小小心意 熟悉師傅 有請Tina Lam 高興 多謝法師 高興 多謝法師 多謝法師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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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過法師既輕鬆又精彩的結譯 很多人都忌諱的話題 相信大家都放下了不少對死亡的憂慮 在離間10月10日星期六下午2點至4點 顯揚法師會在將軍澳補國中學 主持一個有苦大家知 跟顯揚法師聊天的聚會 通常有人都說有苦自己知 但法師認為不用太委屈 相同的苦可以一起傾訴 大家一起解決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請先打電話給補國中學部名 現在謹代表大國富豪中心 感謝大家今天的來臨 廣播能夠出順利進行 要多謝金沙咀街均公公理會提供禮堂 答應為何要感謝每位投資 每位投資的現任朋友 我們希望大家給予熱點的掌聲 他們在這個廣播 真的鼓勵了很多 今天再次鼓勵我來臨 多謝你們的廣播 是一個緣份 我們很希望這個緣份 能夠延續下去 大國富豪中心 將會有更多的活動 需要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能夠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在接待處那裏有義工申請表價 有興趣成為我們一份子的朋友 可以填寫資料後 加給會場義工 大家是不是還有一些自由起進呢 會場裏面有些貼賣攤位 大家可以靠找一些紀念品 其中有兩支DVD 是收錄了顯揚法師 在加拿大的兩場工作 法師說 為了大國富豪中心的發展 他要出賣自己活 請大家多多支持 現在講到正式圓滿 謝謝大家的支持 祝大家心心自在 珠字圓滿 再見